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从面向学角度来分析下巴圆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 圆下巴预示着什么 圆下巴的人拥有美满的爱情 如果是位女性一定非常骨佳 如果是男性性情一定温和 这种人不仅是恋爱的胜利者 同时由于工作十分热心 也经常身负重任 也具有人爱之心 子女也很闲笑 可以享受一个幸福的晚年 圆下巴的人具体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 下巴圆突 财运好 下巴又圆又大 结实丰满且突出的人 为人处事厚道 婚姻运和财运都不错 这类人性格随和 不娇如造作 他们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在工作上和人际关系上 都能够很好的处理 好的人员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 第二 圆下巴的人面向上看起来 都是比较有福气 特别是又圆又宽的那种 是我们常说的有福之相 这类面向的人温柔乐观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单纯的有点傻 但实际上感情却很细腻 此类型的面向如果是男人的话 他们对感情就会比较专一 而且啊 事业也不错 是不错的婚姻对象 如果是女性的话 他们会相信爱情 一般婚恋运也不错 但有时却容易因为天真而被骗 所以这种面向的女人 在恋爱时还是要小心点的 第三 下巴圆突 专一 性格开朗 胸怀宽广 大度 温和敦厚 这类人比较重感情 对感情也比较专一 是个很好的伴侣 第四 下巴圆突 权力意识强 下巴圆突基本上属于 地格方圆的面向 这是富贵象 这种面向的人 有很强的权力意识 并且分寸掌握的恰到好处 富有人情味 不张扬 所以人们都愿意听起指挥 一生事业也会很顺利 第五 圆下巴 下巴圆 和气 顾家 圆下巴的人叫轻易 拥有美满的爱情 他们看起来性格和气 属于相处 但是男性拥有圆下巴 则个性和气 在工作上是居于竭力工作型 通常都会有升职的机会 如果女性下巴圆儿小 则会喜爱艺术 有演出天才 如果从事演出事业 会有成就 如果下巴圆儿满 那么她是个会顾家的人 且善解人意 是很重家庭生活的人 利于丈夫的事业 也可以教育好孩子 对公婆又好 娶到这样的老婆 当老公的可以幸福了 不论如何 下巴圆满的人 开朗大方 乐于助人 是值得深交的朋友 以及陪伴终生的好伴侣 第六 下巴圆突有福气 一般都性情宁静 生活安逸 晚年运势一家 能够一养纳福 第七 下巴圆儿宽 往往在社会中被认为是有福之相 但是通常灵活不够 大方有余 健康上肠胃很好 婚姻上很幸福 情感上一帆风顺 第八 下巴既狭又圆的人 是恋爱智商论的崇拜者 他们会为爱而生 为爱而死 如果是因为男性属于这类型 他在实践能力方面 可能会欠佳 不适于从事竞争激烈的财经界 因为这类型的人头脑较为清晰 最好去做文字类的工作 或许更有发展 那如果是原下巴 但中间有凹陷的面向 好不好呢 下巴中间有凹陷 又被称为美人勾下巴 拥有美人勾下巴的朋友 运势相较来说会比较好 具有以下三点 第一 浮起身后 首先 这样的一个天然特征 在外观上可以说是非常加分了 真是可遇不可求 有着这样特征 其实蕴含的意思就是 这个女人会非常漂亮 并且特别有魅力 因为这种面向 一般跟五官比较平淡的女人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而且这样的特征 同时也是身份贵重的表现 因为这个美人勾还有个称呼 那就是金窝 尤其是她长在女人的脸上之后 意味着这个女人福气相当深厚 不仅能够自己望 也能够望到子孙树代 对于自己的伴侣帮助 自然也比较大 第二 有贵气 所以这其实是望夫的一种面向 不过这不仅限于望夫 而且只有一些比较有贵气的人 才能够带有这种特征 因为这样的人 一般都是有着惊人的艺术创造力 所以才会有一种贵气的感觉 在金钱上 他们能够掌权掌财 即使不依靠男人 自己也能够成功 因为他们的性格同样非常有优势 那就是大气 第三 感情丰富 在传统的面向学中 美人勾其实还意味着不好的一点 那就是这条勾很有可能是夫妻相隔两地 或者说是有离婚的经历 其实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有这样特征的人 一般都感情丰富 也容易尝到情感的苦恼 所以总是会因为过于丰富的情感体验 然后导致离婚 但是这条勾也意味着 再婚之后的生活能够安稳 都说透过眼睛 可以简单了解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如果一个女生长着一双水灵有神的眼睛 那往往也能够吸引到很多人的关注与喜欢 但是再美的眼睛也少不了眉毛的修饰 而眼睛之上的眉毛 不仅对于个人的形象有着影响 而且还可能对命运有所运势 想知道眉毛短的人运势如何 眉毛短代表什么吗 赶紧来看看吧 对于一些女性来说 眉毛短视觉上可能不太好看 但是通过采取合理的措施 是可以轻松跨过这个坎的 而从面向学上来说 女人眉毛短又代表什么呢 女人眉毛短性格直率 一般来说眉毛长的女人性格比较温婉 有着典型的女性魅力 而眉毛长的女人性格就比较偏向于中性 她们可能年轻时被称为假小子 性格直率洒脱如同男孩 这类女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 哪怕是表达会伤害别人的话 都是直截了当的 女人眉毛短脾气暴躁 眉毛短的女人并不是脾气就一定差 但如果遇到矛盾 而且没有办法迅速说服对方的时候 她们会因为不耐烦而变得暴躁 这类女人的一大特征就是缺乏耐心 她们在平时嬉笑玩闹的时候 也是开朗好相处的 但是一旦和自己观念不合的人在一起 就会迅速展现自己霸道的一面 女人眉毛短 事业心重 短眉毛的女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她们因为缺乏耐心 很难处理好家里琐碎的小事 反而有挑战性的工作更对她们的胃口 所以即便是在婚后或是有了孩子后 也不会将重心转移到家庭中 而是如同女强人一般在事业上继续拼杀 女人眉毛短且粗 家庭不顺 短眉毛的女人性格直率 且有些急躁 如果眉毛再粗黑 那么这样的女人就很难处理好家庭关系了 因为眉毛短且粗的女人 往往在有矛盾时会展现出强烈的敌意 她们不会平心静气的沟通 会将家庭关系变得僵化 双方从小矛盾上升到彼此攻击 女人眉毛短且吓她亦受骗 短眉毛的女人并没有慎重思考的习惯 如果眉毛再吓她 这样的女人就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 而受到欺骗 有这种眉心的女人一般运势不佳 尤其在感情上容易产生对他人的依赖心 且有偏偏遇人不输 一定要学会去审视的态度 面对对自己有所企图的人 才能够免受伤害 眉毛短的女人望夫吗 第一 眉毛太短 少有财产 很难望夫 在面相学中 眉毛太短 盖不住眼睛 这样的人少有财产 性格比较软弱 因此这样的女人一般很难望夫 第二 女人以柳叶眉为家 望夫相 从眉毛相来说 眉毛长得秀气而长的 这样的眉毛面相比较聪慧 两眉长过眼睛的人 通常会比较富贵 刘燕眉的女人 面相不仅有好的修养 同时也是善解人意 经常好的好妻子 拥有这样眉毛的女人望夫 第三 短袖眉的女人也能够望夫 当然眉毛短促而清秀 漆黑有光 给人一种慈眉善目的感觉 这种眉心的女性 心地善良 对家人负责 对丈夫很忠心 对父母也很孝顺 可以说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这样的女人很具有望夫相 眉毛面相如何有望夫韵 眉毛太短 断眉 眉毛稀少 眉毛杂乱 眉毛逆生 都是眉毛不好的表现 这一习惯化妆的人 选择化眉的方法来改善 相较于女人来说 男人更容易忽略管理自己的眉毛 那么男人眉毛短而淡好吗 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 吃苦耐劳 通常眉毛较为短 并且眉毛看上去很淡的男人 都比较能够吃苦 由于这里男人的性格较强 做什么事情都想比别人优秀 更出色 因此他们做事情也长期以来都很刻苦努力 尽管有时他们自己也会感觉很辛苦 但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越过越好 凭着自己的坚持不懈 在事业生活中都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最低也能够确保家庭生活稳定 第二 财运不佳 这类面向的男人由于本身的财运不够好 还给人一种较为自私自利的感觉 造成他们不易与人合作 再加上本身的财运不好 让这类面向的男人在职场上的努力 大多数没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收益 因此自己的物质生活压力长期以来都很大 所以单纯的靠自己的努力 想要获得成功会很困难 只有不断的坚持 再加上能够吃苦的个性 如果能够排除万难 最后也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 第三 人缘较差 男人的眉毛较为淡 也并且短 这类男人的人缘通常都是很好 比如在相学中 眉毛仍是兄弟宫所在 主友谊 合作 亲情 在日常生活中将会给人一种较为自私自利的感觉 并且相处起来也会较为困难 这关键是由于他们的性格较为古怪一些 并且脾气也不是很好 很容易生气 因此造成他们人缘长期以来都是很好 朋友很少 第四 性格方面 一 较以自我为中心 较为短的眉毛也就是不如眼睛 长度的眉毛 便是所说的眉短不过目 短眉的人大多数较为以自我为中心 会最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类男人上金星并不是很强 性格也相对较为倔强 第二 日常生活中难免较为急躁 朝夕相处的亲人关系会发生不和睦的现象 这类男人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其他的人际关系也很难圆满 总结 这类眉相的男人从兄弟功来说 也是较能够取得兄弟朋友的帮助 或是本身努力较为实际 这类男人通常意志力较强 只是受性格缺点而难以成功 能够遇到波折反省自己 克服不好的性格与环境 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的情况 还是很可能事业有成 财运丰厚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市极祥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 再见